年纪菜的餐桌你怎么能少得了它 砂锅焖小鸡真的比普通的做法要好吃很多 今天我就把这个好吃又简单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把小鸡均匀的给它切成小朵 准备点自己喜欢的蔬菜 我选的的是香菇然后还有土豆 要想把小鸡炖好吃总共分三步 首先我们准备点小料 起锅先烧水加入适当的料酒 先把这小鸡一定用铁锅给它焯出血沫 焯好之后我们给它捞出 用清水再给它挤一下 投一投表面的浮沫 这样炖出来小鸡就不昏汤了 要让小鸡颜色好看 我们先炒一个糖散 一勺清水半勺冰糖 大泡变小泡 小泡变成枣红色 全程小点火就可以了 炒好之后我们把刚才投凉的小鸡放入大铁锅中 我们反复给它炒香 多炒一会儿 放入花椒大料嘎辣椒结白芷和生姜 再给它反部炒香炒出香味 一定要炒出这个葱香味 这时候我们加入清水 关注我你不会损失什么 不关注我你会错过很多 先帮我点个关注 没准一会儿你滑着滑着 还找不到我呢 把小鸡给它放入砂锅中 我们放入盐和鸡精 把刚才炒好的香菇和土豆再放入锅中 小火给它炖30分钟 我不光会做小鸡主页还分享了那么老多美食较长 如果说一个红鸡都没帮我点这道菜 你就帮我点一个吧 最后我们再放点青椒和胡萝卜 出盘看成品 小鸡你就像我这样炖 可好吃了